阿里斯·麦克上周五被纽约警方逮捕 最名为组织性交易和强迫他人劳动 和被称为邪教组织的NXIVM的首领 Case Ranier有关 目前FBI正进行调查 诉状中写道 麦克负责招募女演员 加入一个叫做The Source的项目 项目号称专门对女性进行指导 但其实是由Case Ranier创办和领导 加入的女性会在性方面和劳力方面 被剥削利用 为被告牟利 法院的盛名称 阿里斯·麦克或面临至少15年的监禁 阿里斯·麦克因在《超人前传》中 饰演出Sullivan为观众所熟知